大家好 这两天呢 兵力女这个事件呢 在中国网络上啊 吵得是沸沸扬扬 就包括这个叼盘侠胡锡进呢 也出来对此事呢 发了一个评论 就说呀 这些官太太 包括这些妇人呀 要保持低调 要不然的话呢 将对你的老公与不利 有观众呢 也让我聊一下这个事 那么我看大家呢 都在反复聊这个事 我就琢磨呀 如果我把这个事呢 顺着别人那个话题再说一遍呢 也没有什么意思 那么通过这两天的观察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也是在不断的变化 所以我今天出来呢 跟大家一块开个脑洞 看一看江太公这样分析呢 有没有道理 那么事情的起因呢 就是在深圳的一个高档小区呢 为了争夺一个车位 这个事情呢 实际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引爆了舆论圈呢 首先第一个呢 是这个小区里头住的人呢 非富即贵 因为这个小区每平米的均价呢 达到了18万 几乎每套房子呢 都超过了2000万 那你想拥有这样身家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吧 第二个呢 这两个发生争执的车主开的车呢 也是引人注目的 据前期的报道呢 说停到这个车位上的车呀 是一辆劳斯莱斯 这个女车主呢 开的是一辆兵力 你想这两部都是豪车呀 一部车都得几百万 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开得起的 那么这里头最引人关注的是啥呢 就是这个女车主呀 他放了一个狠话 就是我们家有50辆兵力在那停着呢 我开过来把你的车堵到这一个月 就是他这句话呢 彻底的击毁了老百姓的三观 那么50辆兵力是什么概念的 接着呢 网友开始关注这个女车主呀 到底是何方神圣 结果一查呢 她是一个私企的老板 那么她老公呢 可是国资委的某一个上市公司的纪委书记 所以呢 人们就联想到这种腐败嘛 你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 而且是在纪委书记这个岗位上 你哪来的钱买这么高档的房子呢 你哪来的钱买50辆兵力呢 所以这个事情呢 引起了网民的广泛关注 这个时机也跟现在普通中国人这种仇官仇妇的心理呀 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呢 就是这样的 你不当官呢 你没有势力 你跟当官的不勾结呢 你挣不上钱 所以只要是权钱交易的地方呢 它必定是有腐败的 老百姓肯定是这样想的嘛 那他们两口子没准就是个大窝案呢 这个就极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嘛 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呢 就是喜欢看着腐败分子被抓 同时呢 也喜欢看着富人落马 实际这两个心态啊 在中国都有 你想 那个潘石屹要跑的时候 不是一样在喊打喊杀吗 马云被打倒以后 多少人拍手叫好呢 对不对 包括今天开始的司马南炮红联想 那么底下叫好的人不也是一大片吗 所以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心态 自己不当官的时候骂那个当官的 实际心里头呀 恨不得自己当上那个官 自己没有钱的时候呢 骂有钱人 恨不得自己一夜暴富成为一个有钱人 这就是现实中的中国人嘛 所以呢 我们在说中国现象的时候啊 也不要怕自我戒断 包括这个视频上爆出来了 说这个兵律女车主呀 穿的那个内裤呀 最便宜的一款呢 都要1900块钱 高的一条内裤呢 就要七八千块钱 那么这个太刺激穷人了吧 穷人穿个几块钱的内裤 辛辛苦苦干一个月 居然买不了别人一条裤头 所以你想想这个事情多么刺激人 多么抓人的远球呀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穿的非常快 那这个事情发现以后呢 深圳国资委坐不住了 就是连发了两篇微博呢 出来闭谣 就是澄清大家说的这个国企高管呢 实际是单身 他跟这个女的呢 是男女朋友关系 那么网友呢 马上又扒出来了 他俩的这个结婚照 而且酒席都摆了 那么你国资委说他是男女朋友关系呢 老百姓也是不认账的 国资委一看呢 网民把这些照片都塞出来呢 又说呢 他俩呢 虽然在一起住着 摆了这个结婚酒 但是呢 没有领结婚件 从法律上说呢 他还不是夫妻 这个国企的张某某呢 一年的工资呢 也只有38万块钱 他们住的这个地方的房子呢 是这个女方买的 这个兵力车呢 也是女方的 从现在的官方报道来看呢 就是这些情况 但是今天早上呢 我又看到了一个消息 说这个兵力女车组呀 他也发现了 他说是霸占他车位的人呀 就是想搞他 这些视频呢 都是经过剪辑的 他也要出来澄清这件事情 然后又有人说呢 霸占他车位的呢 实际不是劳斯莱斯 实际是一辆路虎 那么现在网上的信息呢 就这么多 也许这个事情会有什么反转呢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中国这些娱乐呀 反转的事情 也不是一两个了 那么我们吃瓜群众呢 就尽情的等待吧 那么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到现在呢 我实际脑子里头呢 就自我开了一个脑洞 我就想呀 这个女车主 是不是有人故意挖坑搞他呢 这个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们要看啊 首先这个女的呢 她是办了一个文化类的公司 实际就是一种空核公司吧 就是替别人带领个什么东西呀 搞个什么宣传呀等等吧 就是这类的公司 她并不是一个实业公司 那么这类的公司就有一个特点呢 她必须要帮上一个大客户 特别是这个国字头的客户 那么你将会赚的盆满钵满 要不然的话 这类公司是很难赚到钱的 大家如果了解这类行业 就应该知道吧 无论你是文化传播公司 还是广告公司 那你靠不上这种绝对的大客户 那你肯定是不好赚钱的 特别是你要靠上一个国企 那你就等于说拥有了一个钱箱子 所以这个兵力女跟这个张书记之间 可以说是明摆着的一种利益捆绑关系 这是肯定的 而且他们两个不但是利益捆绑 最后还变成了人身捆绑 他俩呢变成了夫妻 虽然国资委说他们没有领结婚证 但是他们是以夫妻相称 而且是办了酒席的 是在一起生活的 他们的利益呢也是共同的 这个地方肯定是少不了全钱交易的 这是肯定的 那么我们要看这个事情的起因啊 按照物业的说法 这个车位就是属于这个女车主的 但是按照前期的报道说呢 被那辆劳斯莱斯车主呢 霸占了一个月 这个就很奇怪了 而且这件事情吵起来以后呢 没有人去霸这个劳斯莱斯的车主 没有人说那个车主的身份是什么 一直没有 现在也没有一个具体的信息 只是今天我看到说呢 那辆车呢不是劳斯莱斯 是一辆路过 你不管是什么车吧 那个车主应该有个信息吧 或者是李嬷嬷 或者是刘嬷嬷 为什么没有人扒他呢 而且假如说这个车位呢 是属于这个兵力女车主的呢 这个兵力女车主是应该占领的 那么为什么人家不让呢 这个地方就要打疑问了 那么我们再想想 这个兵力女车主的老公呢 是国资委的某一个上市公司的 纪检委书记 那么纪检委书记权力是很大的哟 而且也是一个很得罪人的岗位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他是不是得罪过某些人呢 是不是有的人就是想报复他呢 这个有没有可能性呢 这个是从他老公的这个工作性质方面去说的啊 那么我们再从这个兵力女这方面说 是不是他现在做的这些业务 以前是由别的公司做的 结果呢 他抱上了这个张书记以后呢 从别人那里撬过来了 等于说是断了别人的财路 别人怀恨在心呢 所以呢别人就设计了这样一个局 就是要激怒他 那么为什么这个事情以前不发酵呢 因为在这长达一个月的交涉过程中呀 这个女车主呢 没有愤怒到极点 但是到那天的时候呢 就愤怒到了极点 人家就抓住了那个时机 而且大家又从那个视频里头要看到啊 这个地下停车场里头呀 他们在那吵闹的时候 旁边有很多人 好像跟平时的这个地下车库呢 还是有点区别的 这个人看着特别多 那么是不是别人就在等这样一个机会 来把这个事情引爆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我们要从这开开脑洞 假如说有人要搞这个兵力女的丈夫 那个张书记 那么这实际也是一个很好的招数 只要在这个地方舆论一引爆 那么上面国资委呀 必定会清查这个事情 你不管现在国资委怎么澄清 我觉得这个张书记的这个仕途呀 也基本上就到头了 哪怕是不元素处理它 最起码以后呀 不会重用它 这个结果是肯定的 那么会不会引起别的事情呢 现在还不好说 因为在国企里头呀 也是争权夺利呀 谁得到一个好位子 那也就是得到了无穷的利益嘛 所以我们不排除人家给他挖坑这个事 甚至你再想想呢 他可能还很有道理 就是另外一个没有理的人 去霸占他称谓的人 没有人去追究 没有人去关注 而且这个事情一出来以后呢 国资委在第一时间呢 就发文来澄清这个事 而且是连续发了两篇 那么这个反应速度也太快了吧 这个很有可能啊 就是国资委内部的人 或者他们这个圈圈里头的人 专门挖坑来整他们两个的 这个可能性是大大的存在的 那么后面呢 我们聊两个例子啊 一个呢 是电视剧窝居里头的一个情节 一个呢 是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一件事情 那么电视剧窝居里头 那个大家都知道 继位盯上了这个秘书长宋思明以后呢 无从下手 因为宋思明这个人呀非常谨慎 那么发现呢 宋思明有一个小三 就是这个郭海藻 那么怎么来确定这个事呢 就是让宋思明的一个朋友呀 专门做了一个局 就是请他们这帮老同学呢 搞一个聚会 而且专门放风说 我们这个老同学里头呀 有好多离婚的 那么就不要带原配了 带上你们的女伴就行了 那么宋思明在这呢 就是大意了 他就把这个郭海藻 就带到这个场面上去了 继位最后送着这条线呢 把宋思明给拿下了 很多人可能看过 卧居那个电视剧吧 拍的非常经典 实际我觉得时隔这么多年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也可以去看一看 油管上就有了 然后第二件事呢 是发生在我一个朋友身上的事 我这个朋友呢 姓冯 实际他比我小几岁 也是做的一个公司呀 做的还不错 那么他在经营的过程中呢 就像我前面说 这个兵力女一样 有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他通过关系呀 撬了别人的一块业务 把别人一个很赚钱的项目呢 搞到他这了 结果是他赚钱了 别人那个公司呢 就慢慢的不行了 最后呢 就变成一个行业里头的 一般的一个公司了 他成了这个行业里头 比较出名的公司了 等于说这个过程中呢 他是断了别人的财路 那么作为江泰公来说啊 我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呢 我一般都是愿赌服输 那我搞不过别人 是我自己的本事不行吗 那么一般呢 不会产生这种报复的心理 但是被他指的这个公司呢 人家可是很有心的一个人呀 就是想报复这个老风 然后呢 他们本来就在一个圈子里头 这么一来二去呢 两人也都熟了 也都不提这个事情了 最后呢 这个关系处得还不错 我这个朋友呢 以为是别人服气了 实际是别人在等机会 要收拾他 这都是引人了十年呀 在这个过程中呀 他俩还走得比较近 还经常搞一些小的合作 经常一块出去洗个澡 唱个喝喝个酒 就是中国生意人的那一套 但是我这个朋友呢 有个缺点 就是喜欢搞那个事情 那么人家呢 就给这个老朋友挖了一个坑 有一次呢 酒喝多了 就出去洗澡 洗完澡呢 还是跟以前一样 安排一个小姐 那么这一回呢 人家又是整套策划好了 这个小姐呢 是未满十四岁 然后这个警察就等到外面 这个老风本来就是喝得晕晕晕晕 一洗澡呢 脑袋也一热 然后到这个包间一躺呢 谁他是处在一种 晕晕的状态下 然后把这个事情一干完呢 人家立刻进包间 就把他给抓了 抓了以后呢 他还觉得这有个啥嘛 无非是给你罚点钱的事情 人家也骗他 也安慰他 说没事 这种事嘛 我们到派出所去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一下 然后一去 把他一隔离 把这个女孩叫来 一对峙 完了 调诉幼女 最后判了十四年 搞的是家破人亡 这就是被人挖坑搞的事情 而且是真真实实的事情 所以兵力女这个事呢 我不是无缘无故 开这个脑洞的 因为在我朋友中间呢 发生过近似的事情 好吧 这一集呢 就是张太公开个脑洞 我们大家呢 一块来聊聊这个事情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